婆媳关系难解 有调查显示 居住相差70公里是最好的距离 笨婆婆的请举手 谁敢举啊 你干嘛举一弹啊 我没举我先联想 艺人小S对婆媳关系 也不敢大放厥词 婆婆 媳妇 很多人想拉开距离增加美感 我觉得分开一点 彼此会比较客气一点 其实我觉得住一起也没关系 习惯跟婆婆不一样的时候 还是要以她为主 也不用想说 你要去管下一代怎么样 保持距离真的能以侧安全吗 日本不动产资讯服务公司 最新调查显示 婆媳间友好居住距离是70公里 以台湾来说大约是台北到新竹 调查还显示婆媳同住的 有四成其媳妇有过离婚念头 婆媳问题难解 最尴尬的就是 同时扮演老公和儿子的男主角 很害怕选择题 像是妈妈老婆同时落海 危机时刻要求谁 要问这种问题好不好 两个都是选游泳 学游泳啊 我不会游泳啊 我妈也不会游泳 我老婆去学游泳 老婆问的话就是先救老婆 妈妈问的话就是救妈妈 婆媳关系也是一种两性关系 刚好这两个女人呢 爱上同一个男人了 你就是扮演 你都是聆听的角色 然后都不要去传话 专家说婆媳冲突 多半其实没有对错 只是来自小孩教养方式 或是生活习惯 有不同意见 就算同住一个屋檐下 关键还是学习彼此尊重包容 才能找出相处知道 其实零星看到不到 就是恨普 Lin Lin